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我們在繼續上個禮拜 我說過這個腔調 是非常複雜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可以說把它簡化了 如果要細細探索 那麼腔調既然是一個地方的聲音 叫方音 以方言為載體 產生的語言旋律 載體就是說 這個音是被語言承載 那個語言是一個字一個字連鎖起來 它裡面有聲音會不會產生一種旋律 音樂的旋律 那種旋律就是腔調 所以腔調是時間的因素多 還是空間的因素多 時間也有 但空間的因素多 因此地域不一樣 一群人生活的地域不一樣 它呢 腔調就會變化 所以我們才說 南腔北調 我們才不認識的人 在聽電話 你就可以聽出 哦 你是山東人 你是廣東人 因為山東廣東的語言旋律 特別 對 我們台灣 你南人 在說國語 那我們說 你說的是台灣國語 這個道理一樣 那麼腔調 到底又是怎麼構成的呢 這個問題從來沒有人研究過 我探索這個問題啊 可以說 做一種開創性的一個研究 那麼 把它做解析 解析這些語言旋律 到底有哪些元素過程 這是一個相當高難度的問題 這是一個相當高難度的問題 以言旋律有哪些元素過程 那就是一個字你去分析 這個字 裡面的音啊 最主要的是兩個部分 最主要 那就是 它押韻的韻的韻母 韻母 還有它的聲調 所以一個字的韻和聲 就是聲韻 這兩個元素 就很重要 就很重要 其次呢 一個語言 各位 它 累字 把那個字 累積起來 成為一句複雜 而有意義的話 就是我們等於說 一個語言的段落 它才會有意義 各位想一想 各位想一想 那麼這個呢 必然就會產生 那個 陰部 就是你 這段話裡面 它語氣停頓的 那個時間的間線的長短 然後我們拿詩來說 像 雲想 意上 花想 榮 這七個字 你一定是 雲想 意上 花想 榮 停幾個 幾個點 四個點 對不對 雲想 意上 花想 榮 哪一個停了最久啊 最後一個字 其次是那個 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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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上意上 那為什麼 我們呢 有兩個字 唯一停頓呢 那是因為我們的詞 單字要構成一個有意義的詞 就有單詞 單一個字的詞 就是一個字 花開 鳥叫 青山 白雲 是兩個字 所以單詞 副詞 副詞 主要的是兩個字 副詞 當然也可以三個字 四個字 但是它為數多還少啊 少 所以我們呢 是 以兩個字為音部 像這個 所謂音節的形式 也是 過程 語言旋律 的要素 之一啊 從 押韻 我們就會產生 血韻力 從 聲調 我們就會產生 憑哲力 或者是怎麼樣 聲調力 由音節形式 我們就會產生 音節的單雙力 音節單雙力 音節單雙力 就是它停頓的方式不一樣 比如說三個字 你就會停頓怎麼樣 像我們舉過例子的 這個 轉諸葛 必起父 照無眠 或者是 狡兔石 走狗旁 飛鳥 進 涼工場 各位用你們的耳朵仔細聽一聽 當年 轉諸葛 必起父 照無眠 和 狡兔石 走火胖 飛鳥 進 涼工場 都是三個字 它停頓的時間一樣不一樣啊 感覺 旋律就不一樣 也就是說 一 二 的 形式 它就顯得 緩慢 二 一的形式 就顯得 快 那麼如果說在 拿七個字來說 風盡天高原笑哀 煮青沙波鳥飛懷 無邊 弄木 小小哈 不進長江滾滾來 這七個字 念四三 讀起來順流 對不對 可是把它倒過 變三式 黃魯岸白平路口 綠陽體紅鳥灘頭 點秋江白露沙窩 同樣七個字 但它三式 音節的旋律感就不一樣 對不對 也就是說 任何一個語言的段落 只要它下半的音節樹 是單樹的話 就叫單四音節 如果是雙樹的話 就叫雙四音節 那麼單四音節就顯得快 雙四音節就顯得慢 我們哪一個大家都會背的詞來做實驗 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青天 這兩句都是怎麼樣 阿山阿山 單四音節 不知天上公卻 這二二二雙四音節 今夕四何年 單四音節 我欲成風歸去 雙四音節 唯恐窮羅欲雙四音節 高處不深寒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吊子裡邊的句子 它含有 雙樹的雙四音節 單樹的單四音節 單快雙慢 因此整個唸起來就怎麼樣 快慢之間就一揚頓錯 我再把它唸一遍你們注意聽 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 發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公卻 今夕四何年 我欲成風歸去 唯恐窮羅欲 高處不深寒 其舞弄輕盈 何事再人敢 現在懂得 為什麼 這些英文句子念起來 一揚頓錯 快慢有志的道理嗎 像這個就是語言旋律 這種語言旋律是什麼元素過程的啊 這陰節的單雙律 好 像剛才說聲調 聲調 譬如說平聲 我們平聲 咚 平聲 咚 嗓聲 先意後 咚 咚 這平嗓去入四個聲調 四個聲調的那個 那個調子 各位覺得每個字一樣不一樣啊 不一樣 那不一樣的組合 會不會產生 旋律啊 就有很豐富的旋律 你譬如說平聲的話 他一定會因為沒有曲折 所以他順流的 如果都賞聲擺在一起 太曲折了 所以像李登輝以前做總統的時候 李總統 同 有沒有人能夠把李總統三個字 念在一起 然後念得準確的啊 沒有辦法 所以就要變調 叫李總統 第二個字要變調 所以兩個賞聲在一起 第一個賞聲也要變調 好好喔 兩個好在一起 第一個好就怎麼樣 要變成 楊平神 是因為他太曲折了 太曲折在有限的語言長度裡邊 我們騰挪不來 那為什麼要押韻呢 譬如說 錦射無端 五十旋 好這個旋出來了 西安仙 那個雲角 煙這個聲音出來 一選一柱四花年 那個年出來 那個年 和弦 兩個之間都有一個煙的聲音 這兩個聲音呢 就前後就互相呼應 對不對 對前邊那個聲音 煙出來 它就對後邊的煙呼 第二個煙出來 就對前面的印 所以產生呼應的這種關係 這一來就有一種旋律感 利用聲音的重複複踏 產生的一種呼應回旋的旋律感 就是押韻的道理 一個字的部分的聲音 這樣的聲音 就把許許多多的字的聲音 由於它部分的複踏 產生緩緩相扣 能夠緩緩相扣 的一種旋律的美感 使得這個原來泛散開的聲音 變成一個鎖鏈一樣 都 就給 勾結在一起 那個鏈就好像 一個字如果一顆珍珠 那麼把它連鎖起來 就是一個珍珠串子 這個珍珠串子 才使得每一個字的珍珠的 璀璨的光彩 可以互相照應 這個燕角的作用 就好像一個竹子 竹子都是平行的纖維素 對不對 平行的纖維素 風一吹就會裂掉 可是有那個環節把它平行的纖維素 把它 鍋連串在一起 它就形成了 它 藤螺搖以生之的這個竹竿 這是硬角 所以硬角的作用 它是 在語言裡邊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 像這樣的比喻 我相信 是很足的說明它 以言旋律的道理 當然 當然 這個裡邊的元素 還有很多 但是都是比較次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生、印、音、解 這三個部分 不只這些 但是這三個 最主要部分 所以 過程語言旋律 我把它分析是有七個元素 這七個元素裡邊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元素 就是你個人 對於磁情 產生的感染力 也就是說這個歌詞 這個韻文的詞 它反映出來的思想情感 對你產生了什麼樣的作用 那你要用聲音把它怎麼樣 傳達出來 更明白地說 要用你的聲音把它詮釋 蘊含在歌詞裡邊的思想情感 那個詮釋的聲音 就會有很豐富的怎麼樣 語言與旋律 我曾經在國富紀念館 聽到 當年 一些音樂家 都譜了大江東區 我就說 這些傢伙啊 什麼叫大江東區都沒有感覺 哪有譜出的大江東區 會是大江東區 一點力氣都沒有 你看到長江浩蕩千里而來 對那個給你的感覺 而且大江東區會不會回頭啊 不會回頭啊 大江東區象徵著時間 生命的這個什麼 的凋零 還有象徵的一往如前的 的這個 奮勇的毫無追悔的那個情緒 而且大這個聲音 是完全開口的第一原因 啊這個第一原因 大的聲調是怎麼樣 那樣靜切而下的 不是打 也不是打 而是大 最強烈的聲音 江 也是開口的原因 啊 還有呢它有個語響 語響的鼻音 啊 的那個鼻音 所以是響亮的 鋼是響亮的 你大江這兩個字的字音 本身就是 強烈 而且是 響度大 你扑起來怎麼會打 那種有氣無力呢 和東也一樣啊 聲音也是非常的 聲音也是非常的 平聲 咚這樣的聲音 去呢 又直墜而下 所以你看這四個字 第一個字 第四個字 都是怎麼樣 都是非常的開闊 沒有阻攔的 大 去 強勁 中間兩個字 是平書不曲折的 聲音又洪亮的 所以大江 東去 聲音的那個落差 是強還是肉啊 落差很強 你當然讀起來 大江東去 一定是這樣 你把它變成 歌聲 歌聲也只能如此 啊 所以你一個 音樂家 要譜曲 我說你 除了 那 對於這個什麼呢 聲音的結構 要了解 對於 語言產生的 情趣思想 要不要感染力 超過別人啊 要超過別人 否則你譜不好 我不會唱歌 但年輕的時候 一天到晚都給什麼單位講演呢 就是 聲樂家 做曲家 他們所缺少的就是這種信念 我一說了 他們聽進去 你看看 像我們當年 在小學的時候 那時候 國民黨 剛被趕到台灣 我們一天到晚 唱著 保衛大台灣 保衛大台灣 結果我們唱出來 是包圍打台灣 為什麼 他沒有把那個音 譜準 有人說這個是匪諜譜的曲作 也有可能 或者保衛大台灣 唱著來 就保衛打台灣 像這樣 因此為什麼 聽戲 喝倒彩 唱的人 音唱不準 就被喝倒彩 都是以言旋律的問題 還有你們不知道 你們都 我說的都是過去的情懷 以前 因為現代我已經隔絕了 比如說 有沒有聽過 《月滿西樓》 這個曲子 第一句是什麼 第一句是什麼 這正是 什麼呀 這正是 《月遠時後》 《月遠時後》 各位你看這六個字 《月遠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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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七個字 裡面有五個字都要往下拉 根本咬字沒有辦法準的 變成歌曲 一定要改調變調來歌唱 《月遠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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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分析是以前人所没有 而且相当难的 第二 腔调本身 既然是个地方性的语言旋律 它会不会产生腔调就像一个人 有他的直性 特色会不会有 同样会有 那么这种直性 有些就显得很优雅 有些显得很离属 有些很有包容性 有些是与人格格不入 等等都会产生这个现象 那么腔调会不会流泊出去 流泊到外边出去 流泊出去一定会和 流泊地的当地的土枪 会产生什么现象 碰撞 碰撞就是一种竞争 就要打一架 打一架的结果 各位会出现三种现象 基本上 枪调也同样会出现现象 第一 我打赢了 对手土枪屈服你了 你就把它收边过来 做你的一部分 收边到你这里来 你就更加丰富了 但是对手给你有没有影响力感染力 有没有啊 有啊 你吃掉人家 你固然拿来人家做营养 可是人家里边的特色 甚至有一些毒素也在你身上 好 这是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你被打败了 被人家吃掉了 你就会消失在那个地方 对方也因此更丰富 但是也因此带有你的元素 第三种是怎么样 打了半天 你也不赢他也不输 握手言和 平行 称兄道地 不出这三种 那么拿平行 称兄道地的 就像西匹奥 西匹奥 西匹奥奥奥 同样都带有 方子枪的这个 共性的血液 可是西匹奥奥 因为来自于西北高原 所以它明朗性 刚性强 匹奥奥奥奥奥 是来自于江西的疑黄 江南的 比较柔性 比较低沉 但是比较容易输钱 这两种产生 不一样的格调 可以互补有无 因此就可以相安无事 所以经济为什么西匹奥奥 这样共存 历史上 学者因为不明白 像这样简单的道理 那为什么不明白 这样简单的道理 因为他们研究 是局部的 片面的 各位要知道 研究是要 到最后是要鸟看 鸟看是普遍的 关照 对于这个事物的 各种执行各方面 才无所遁形 你的判断才不会 错误 才不会被蒙蔽 所以你这么一看 你一定要看 像南曲细文 原生于哪里 温州 在温州这个地方产生了 请问他用的语言 是要用哪里的语言 当然只有温州 我们的鸟子戏 援引我们闽南地区 所以鸟子戏的语言 一定是什么 闽南语 这是绝对的 可是学者因为没有看到 那温州就要有温州腔啊 可是怎么找不到温州腔啊 并非没有不明显 它改成温州戏文 温州浙江 它改成温州 它出现了就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并非没有 那因为学者 研究学问 忽略了一点 以为文献记载了才可信 而不是像我们研究的结果 只要一群人生活在一个地方 他就有当地的方因 地方云因 当地的土云 用土云来寄托在土云的 做载体 就会有土腔 形成土腔 这概念没有 所以他们会说 没有昆山腔 没有温州腔 这是有些没有被记载下来 因为它在当时不显眼 温州腔呢 像我们刚才所说 它是强的香料 还是弱的香料 它弱的 它弱一流过出去 流过到杭州 就变成杭州腔了 被吃掉了 流过到海员 温州腔 温州腔 就变成海员 渔瑶洋 昆山腔 它都被吃掉了 可是它有没有保留遗迹呢 有 它流过到南风 江西南风 它的强度超过南风 所以就不是南风腔了 它到江西南风 人家照样称它 永家戏文 保留了永家腔的戏文 所以它大部分都失败了 到那边 胜利了 好 那像我们也说过 这个黄土高原上 产生了一个高亢的腔调 它的源头 我认为就是 甘肃龙山 得龙望鼠的那个龙 多边的那个龙 但是龙山的东边 的一个土腔 我们把它叫做龙东腔 它就是用帮子来做打击乐器的 所以叫帮子腔 这个帮子腔一往东边流传 流传到陕西 就变陕西帮子 陕西有古代的琴 所以也叫琴腔 再往东再流过 山西 也就是说他流过去的 他的帮子腔的那个直性是强的 流到了陕西 山西 乃至于河北 河南 山东 一路这样流过 他都强过别人 所以就变成陕西帮子 山西帮子 河北帮子 河南帮子 山东帮子 他帮子腔的那个基础 统训都存在 可是他一路吃下来 都发生 当地土腔被他吸收以后的一些局部的直变 所以陕西 山西 河北 河南 山东 同叫帮子腔 但是都有陕西 山西 河北 河南 山东的 不同的外加成分 所以就同中有没有异 同中有异 这就是强势腔调 产生的腔调体系 腔势 一路都打上来的腔势 这个腔势 我们也可以叫生腔 类似这观念 各位要有 所以腔调了 腔有弱 腔调呢 慢慢的 会产生亚俗的问题 亚俗的根源 是在腔调 所寄托的 在体本身 如果这个在体 它是民间文学的形式 那么这个腔调 就跟着这个在体 走向俗还是亚 走向俗 如果这个腔调的载体 是文学里边的 亚的部分 像瓷啊 像瓷啊 瓷啊 瓷调啊 这一些 那像刚才的那个债体 是割咬啊 小调啊 杂取 它就会 走向俗 也就是说 它的载体呢 越怎么样 制约线 就隔离 越简单越宽松的 就容易走向 亚还俗啊 俗 隔离越 紧延 那么 就会 走向 亚 所以这个在体 本身的直性 是决定了 腔调的艺术性 各位还记得 上个礼拜 我说过没有 我拿刀做比喻 刀的锋刃 等于这个腔调的艺术性 那么 风刃的锋利度 取决于刀体 刀体就像 这个腔调的载体 如果是木刀 石刀 生铁做的刀 那当然力度 就不过力 它本身就怎么样 但 艺术性不高 如果这个刀体 是钢刀 钻石刀 那它的精致度高 它就会 产生高艺术性的 这个腔调 好 腔调因为有这样的这个 本身的艺术性 是随着载体 而变化的 那么请问 腔调可以不可以 经过改良 而使得它 趋向于 艺术歌曲 也就可以了 那艺术歌曲 要使它精致化 就改良者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 就改良者如果有优美的音色 如果呢 它的咬字土音的口法 非常精准 如果它行腔的能力 能把之前 用最美妙的生情 把它诠释出来 行腔的时候 可以高低强弱 长短顿臭 各种技法 发挥得非常好 那么 你的这个 唱出来的呢 就高人一等 大家跟你学 这个腔调就怎么样 就提升了 我们昆山水磨调 就是被哪一位大音乐家 把它改良的 魏良符 魏良符 为什么可以 就是这个缘符 像这些概念 是一系列 是一系列加下来的 所以我才向各位说 我那个文章 为什么写到九万多只 就是因为 有关腔调的各种层面 面面去探讨 所以像 昆山枪 海人枪 后来走的路 就越走 越优雅 尤其 昆山枪 后来成就最高 海人枪的牙 就被它淹没掉 鱼调枪 一阳枪 就往熟的地方就发挥 所以一阳枪的熟的 这种 各种特色 也被一阳枪把它淹没掉 因此最后就是 拿两枪在比亚熟啊 就是 坤水磨调和一阳枪 他的这个四枪 这种 消长四枪是这样 这样钢瓶抓住了 才不会混乱 否则的话 腔掉这个问题 你今天看了文章 明天没有掌握好 后天又忘记 又混乱了 现在大概有没有好一点啊 你们几位啊 第一次听了也不容易啊 不容易 再看一看 休息一下 好 这个 这是一点 那么 在 所谓的腔调啊 对他开始有一种意识 是明代以后 才开始有的 才有腔到这样的 民族和认知 而他的记载 又是非常的 所以对他要研究啊 也很难有 比较完整的掌握的概念 所以你看 像我们所说的 昆山腔 在大陆啊 每一次开会都要吵架 吵得不可开交 八百年 六百年 四百年 这样的这个 纷争 因为八百年的 有八百年的 地域 六百年 有六百年的地域 四百年 各位都知道是 从魏良府 那边算来 四百多年 六百年 那是从什么 雇坚 那更早的 就可以追溯到 什么 防措啊 什么之类的 那为什么这样争呢 第一 把昆山腔 说是我们这里 发展出去的 哎 这个观光啊 或者这个 这个 这个吹牛皮啊 就 就不一样 为什么梁山腐住英台呢 有好几个省份 都说是我们这里的人 一样的 大家就可以做观光之缘 自欺欺人 那因为啊 这个都没有把腔调研究清楚 然后呢 一开会就 各自一世 在那边说 在那边说 那当然 我如果在场 我就会 告诉他们 你们呢 这个 对于腔调的原生啊 啊 根本的认识是有问题的 啊 还有几个大学者 啊 就认为 顾谦这个人不可信 怎么他出现以后 中间都空白的 所以这个人有问题 当然啊 有人啊 有人就把他家谱都找出来了 把他的家谱都找出来了 是不得不信 是有这个人的 尤其文这个记载 记载这么记 恰好就留下这一条 所以不可以 所以只是孤正就来否定他 这也是 一直呢 吵闹不休的 那 刚才我们说了 原生有原生的道理 有土腔的观念 还有 腔调的改良 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改良啊 不是耶 著名的歌唱家音乐家都可以改良耶 所以他所记录的 其实呢 都是改良者 顾谦是改良者 而祝云明也是改良者 魏良胡是改良者 那个做反杀祭的梁春宇也是改良者 这个基本观念有你就通达了 就通达了 这是各位要注意的 那杨王雅化发展的昆山腔啊 他把语言和音乐 所谓歌乐之间 融合配搭 是到了极致 到了极致 我们普通呢 歌乐之间的配搭 那就是 比如说歌谣 那很简单 就是 一种这个 歌和乐的一种自然的结合而已 可是慢慢的呢 发展到 我们 像诵词 诵词 诵词 为什么 开始有词谱 他就是要 一声 定调 就 按照 平常驱逐四声为基准 就是以声 就是以声来定腔 声调变成很重要 声调不对了 你这个就不合力了 就倒置了 那昆曲是什么呢 是以字音定腔 字音 一个字音 有声母 有怨母 怨母又有戒音 原因 怨违 声调 这几个元素 你都要考量 得到 所以他歌唱的时候 才有自脱 自腹 自为 那个 音要如何出火 自脱 也就是说 声母要如何 发音 构度 借音 原因 运违 这样像感难形的 咬住土音的一个 歌唱方式 这就是以字音定腔了 这比自身定腔又要 要高很多了 昆山水魔调是发展到 这样的歌乐的结合 可是易烊腔呢 他就往 和 语言的自然 语言旋律的配搭 去发展 所以他的滚调 滚调就是 半唱半念的那样 一般庶民百姓 是不是最容易听得懂啊 半念半唱 最容易听得懂 把整个字音的每个音都 旋律化了 那才听不懂 所以要打字幕 像这个也是 他腔调发展的结果啊 产生两个类型 所以越来越俗 越来越精致 这个是易烊腔为代表的俗 和 昆山水魔调代表的 这个亚 在歌唱艺术上 是 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 在我们 这个文学艺术上 世上被重视的 是哪一方面啊 是亚的 这个昆山水魔调 这部分 易烊腔呢 就变成庶民百姓 这个日常的娱乐 请问 我们所看到的 文献记载 是哪一个为多啊 昆山腔为多啊 易烊腔啊 多数昆山腔 易烊腔很少 因为写书的人是谁啊 文人 所谓文人 但是 事实上影响力大的 流过广源更深入的 是哪一种啊 易烊腔 是易烊腔 所以那个滚调啊 易烊腔滚调发展的 到后来 是易烊腔还经过了 青烊腔 又经过灰尸雅调 又经过四平调 到四平调 就完全把取牌体破灭了破解 便施战式短腔体 所以四平调啊 就是从易烊腔 这样破灭出来的结果 你看物极必反 对不对啊 物极必反 雅的 也会变成那么俗 俗的也可以发展成什么 很雅 昆山腔 也是慢慢趋向这个 非常雅的 格力化来的 但是最后 它又回归本人 本然的四平调 也就是说 由四占系 七个字七个字 十个字十个字 有一句的那种 那种文体 发展成长短句 持着规律 然后再取 这样一路 越发展越精致 越优雅 精致到极点的那个载体 取牌 又被插进去民间离俗的 施展的这个滚掉 在里面给你破坏 解体 最后要回归到 施展系 这个是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现象 这一点也一向没有人谈过 那这个最明显的 就是 这个乱坛 别管乱坛里面 很明显的现象 还有我们的滚掉 民间的滚掉 各位这个是比较高难度 你们听不懂没关系 知道有这回事 将来要研究 知道有这回事 我说一个点掌顾 我认知这个很早 写了这个文章 没投出去就被退稿 因为 当说神我的老师 根本不知道有滚掉 也不知道有这个现象 他们说哪有这回事 胡说八道 就把我退回来 退了两次 我还是造谁 造什么 过了十几年 他后来看到了 哎哟 永烨 你那么早就知道有这个东西 所以各位要知道 人世间 这个先知先觉 一定是孤独寂寞的 先知先觉 我最好的文章 我最好的文章 开创性的 被退稿的机会 最大 缘故 缘故什么 那还没有人看得懂 这就是人世间的一种无奈 但是你要懂得坚持 懂得坚持 我想 有关腔调的要义 大概这样 你们自己看的 应当呢 应当呢 应当是 大体不差了 大体不差了 接着呢 我们再谈另外一个论题 第一 这个论题啊 就是 歌乐发展的 形成的 两大系统 也是和腔调呢 连着来的 歌和腔调之间呢 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也是研究中国学问 一直很难的一问题 我看 中国的音乐家 像杨映柳那样 努力要探索 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是杨映柳 也没有把它探索得很好 大陆只有一个人 研究施战系 板枪体 可是他呢 指在序录 哪一些剧种是 施战系板枪体 序录你们知道吗 把它介绍一下 决要介绍一下 他那个书 他认为它是第一个探索的问题 可是你把它的书读了以后 却不出手云 什么叫做施战系板枪体 这中间有什么关系 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那我对这个问题啊 我老早就耿耿于怀 这割业 这割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之间的关系 所以佩馨下个礼拜有的话 把我那个表 你还记得我有个表吗 戏曲 对不对啊 那个表 把它印给同学 有这个表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 他之间的这个 见过的关系 事实上 我的理念 的体系呢 就在这个表可以见过完强 那我对他是 是费了相当的思考 所以我才写了一个书 戏曲歌乐 建构之基础 在论述戏曲的歌乐 它如何建构这个基础而已 我不敢说 论述戏曲歌乐之建构 因为歌和乐如何配搭 如何呈现 打个比喻说 什么样的歌词 你可以打出什么样的音符 用什么音符去诠释它是最好的 虽然有变化 但是什么样是最好的 你这个道理 这个我没有办法 可是我只把它说 歌乐 它之间的互动关系 它之间的互相依存的 那些最基本的原理 是怎么样 这个我是把它研究出来 你们知道我这个书写了三十几万字 我一个朋友啊 看我是非常好的朋友 可是在学术上 我一再地常说我对音乐不懂 我音乐不懂 我音乐不懂 动不动公开的长河或者是什么写下来 曾永依不懂音乐 就变成 一个口头禅 有一次呢 还很正式 还很什么的在说 还说我只举出了什么 我就不客气说 你真言说瞎话 你只说我提到一个太和正音谱 我翻给你看 我什么谱都有 只是因为你心目中觉得我不懂音乐 我说兄弟啊 你只写出一个什么公调曲牌 我可写了三十几万字的 这个戏曲歌预演就好 还有一位 审查我的 这个 这个腔调 他只用了五十几个字 就说 真某人不懂音乐 腔调是自古以来没有人弄懂的 所以他写那么多啊 只越说越糊涂而已 就完了 很不负责任 可是中国大陆有一位 懂音乐懂学学者 就把我这篇文章捧的上天 说我里边甚至探讨了什么什么什么 多精彩的地方 说得清清楚楚 本来文章啊 像这样审查 有一个人说这个话 那就打下来了 幸好我也是 中央研究文哲所的咨询委员 人家觉得曾永毅有那么差吗 再重新编辑委员 重新阅读我的论文 然后大家一致的这个概念说 这个审查委员胡说八道 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 所以才把我这个九万多只的一口气登完 否则就死定了 所以天下英才有多少是这样被埋没的 我说这个一方面催自己 二方面呢 也在说啊 它的困难度 我们这个研究 音乐的朋友啊 因为我认识研究 这个音乐界的朋友很多 他们确实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你们在座也都几位弄音乐 所以这个隔月之间 另外呢 也要留意一点 就戏曲啊 它呢 我们说有结构有九大元素 都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 把戏曲构构成有九大元素 第一就是故事 第二是 以诗歌为本质 密切融合音乐和舞蹈 这歌舞乐 这三个是 戏曲文学艺术的美学基础 还有杂技 杂耍特技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中国戏曲的杂技 发达的最晚 一直要到明代的一阳枪 近代的帮子枪 批方戏边才有大套 成为整套的艺术性的 那个唱作念打的打 那个打是什么意思啊 就杂质 杂耍特技 才发展完成 这是第五 第五 还有讲唱文学 讲唱文学 包含什么呢 讲唱文学里边的故事题材 讲唱文学 包括很多的故事题材 讲唱文学本身就含有很丰富的音乐 讲唱文学在讲唱的时候 讲说者就许多 帮助讲唱的身段 这些身段会不会影响到戏曲啊 会 所以讲唱文学的题材故事 讲给了 这个 给那个戏曲 讲唱文学的音乐 也输入给戏曲 讲唱唱文学的表演方式 也提供戏曲的身段表演 还有讲唱文学的叙述方式 什么叫叙述方式 说一段 唱一段 说的时候 是来表白什么 故事情节为主 唱的时候呢 来述说人物的思想情感 那么这样就 印文散文的交替使用 他叙述方式 有时候印文散文 内涵 是相从的 那就是用说的告诉你 用唱的让你容易记住 有时候 有时候 说了 然后连缀来唱 就衔接了 有时候说 就触发唱 唱触发说 这个叙述方式 都是说唱文学 都是说唱文学 给一戏曲 各位知道 代言体 代言体对叙述体有什么最大差别 对呀 叙述体是一种全知观点 用第三声来叙述 代言体 是用我这个主观 来表达 来传达 其他都不知道 他是用半诗 这叫代言体 那也因此中国戏曲呢 只有第一声 没有第二声 所以就产生了很可笑的现象 一个演员出来 本来是用叙述题在介绍的 他变成我 如果扮演张军瑞 西乡记的这个男主角 他出来就说 他出来就说 摩姓章鸣勇至军瑞 连方二十有二 浦州河东仁 这个什么 学户居才高八斗 四国名如是草 这个草剑 这个什么呢 英俊潇洒 任何这个什么呢 大家闺秀 见我无不浑霄云外丑 就这样子 自吹自擂 就变成许多可笑的一种 表演的现象 就是因为叙述方式 一下改不了 可是现在有没有问题啊 现在没问题啊 像字幕一打 以前呢 现在的方式都可以改变 以前巴仙要出场 汉总理出来 自曝家门 说了半天如何承先了道 然后把他的 这个道童 如果 是在大清 宫中的 万寿节演出 给皇帝皇后祝负生日的话 那么他一带就七十二个道童 说完站一边 然后李铁拐 然后 后 这个 朝国旧等等 上来 把那些巴仙出场 和占满五台 五六百人 我看呢 我看呢 戏呢 也大概 经过了一两个小时 所以呢 你看传统戏曲 几个将军 一上台 一个一个上 现在懂得 一个一个 然后两个 两个 省时间 到现在还没有人敢 如果八个人 八个人一起上海 也慢慢有了 可现在有字幕 一打 一上来 字幕一打 就知道是谁 也可以改善这些 但是以前的 收藏文学的 那个 系数方式 是办不到这些 像这个 然后 演员 重任角色 办事人物 演员 办事人物 中间有没有经过角色啊 没有 直接 那演员 充任角色 办事人物 这个角色又赋予 什么样的制约呢 这个演员 他的艺术修为 他的人物形象 都要和角色 所有的规定 所有的象征意义 是 合拍的 所以 有了角色 会使得戏曲的表演 趋向于一种 精致 趋向于 血液 象征 所以 演员 办事角色 是小戏 还是大戏啊 当然是小戏 不必要经过这些 但大戏的艺术讲求 叫小演员 充任角色 办事人物 还有狭隘的剧场 因为剧场很狭隘 所以只能走上 血液的路途 因为隔五月 只适合血液 不适合血食 所以这四个条件 隔五月 狭隘剧场 就制约了中国戏曲 只能走向 什么 血液的虚拟象征 城市化 这种表演的 基本原理 那么因此 这九个条件里边 真是影响最大 戏曲里边最主要故事啊 思想啊 音乐啊 所以讲唱文学 讲唱文学 对戏曲的影响 是最大的 也就是说 中国戏曲 如果没有讲唱文学 提供的 丰富的 题材故事 和这个什么 和音乐的 诸多元素的话 它是无法 壮大成为 一个大型戏曲的 几乎所有的戏曲剧种 要壮大为大 都要输入 讲唱文学 都要输入 那么讲唱文学 那么讲唱文学 就咱们中国来说啊 可以说 我自古以来 就非常的丰富 我和各位说过 在我 博士班刚毕业 在一次 我们戏里边的 讨论会上 我比较 勇于 开创 缘人所未能演 我就说啊 这个讲唱文学 就收唱文学 一样 它呢 恐怕不是我们 现在文学史里边 所说的 唐代的辩文才有啊 你们现在有没有 讲中国文学史 收唱文学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不说八道 还这么讲啊 那真没有长进 我就是在那时候 要突破这一点 我说啊 唐代呢 的辩文啊 是挖出来了 我们知道了 而世上讲唱文学呢 埋伏在里边的历朝一代 一定还很多 我当初就敢于这么说 我说我有两个 我教师选 捍卫的岳辅师里边 像日词东南语 傅病行 孤儿行 孔雀东南飞 牧南词等等 都是应当当时候的 讲唱文学的唱词 而且现在中国大陆 也已经发现了 在四川 在扬州都发现了 说唱游 陶游 那些啊 就是说唱的样子 那些啊 学者呢 也把它考定为说唱游 而我在说这个之前啊 还没有说唱游 后来我又说唱游 更可以证明我的观点 刚说我们系里面两位啊 教系文学史的老师 都反对 他说这是一件很大的事 如果我能证明的话 诺贝亚奖可以是我的 我就想说这个和 诺贝亚奖有什么关系 但是 其结果 我是对的 因为现在说唱文学啊 先秦里边有四种人物 这个其实在我的识文学概论 我都写得清清楚楚啊 我有个书 上面书局的 俗文学概论 先秦 秦代以前 就有瞎子的蒙古说诗 他唱诗 就在唱故事 给这些宫廷的这个 后飞听 第二种呢 是拜官 到处说了民间的蝉虫小语 就民间故事 从这民间故事呢 他可以了解民间的生活 民间的信仰 民间的民情 但是是民间的传说的故事 第三呢 就是山东一代啊 我们 中国山东啊 有个特色 涂到 涂出海中 所以山东半岛的人 每一天 一看 云烟鸟绕啊 这个烈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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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许多的狭想 所以呢 方式神仙都起源于这个地方 那他就会吹牛皮 说神仙故事 骗骗人 这也是说唱 还有史记的古迹列传 你们都知道 那些 那些 昌幽 他们呢 用他们的古迹 辉写 说一些小故事 来 欠见于人主 事实上都是说唱的 一个 端序 一个全身 所以蒙古 说是蒙古就眼睛瞎掉 会谁吧 两个梦 这边 蒙古说是 这个 拜官 仿 这个拜官 蝉虫小语 还有方式的 这个 奇说异文 还有 这个 这个 昌幽 公廷 幽灵 昌幽的 以古迹辉 为奉剑 这些都是 有的 而且现在有些发现什么呢 一个 艺术书 艺术书 艺术书里面有一篇 太子 静杰 太子静杰 就是一个 一个在他们讲故事的 是铁的 书温学 那好问题是讲故事 这是铁的证据 另外呢 像《旋址》里面就有一篇 在唱这个什么 如何的 治国 如何的治民 这些都有作品 曹子健 你们 知道 他是风流潇洒的 有一次邯丹淳要看他 他觉得邯丹淳 你以为潇洒 我比你更潇洒 他就去洗澡 然后涂粉摸汁 你们知道 魏晋间人 喜欢来这一套 他穿好义务 一出来 二话不说 对着这个邯丹淳 就为 排义务小说 数千年 就讲了那是什么 事情的这个 这个传闻啊 这个什么 社会的这个 这个义文 一口气哇哇哇 他讲了好几千个字 这就是说长 还有一个将军曹真 长得太胖 有一位人就在他面前说肥瘦 胖的有什么坏处 瘦的有什么好处 调侃他 这也是古迹灰血 这也是古迹灰血 类似这些啊 另外就是说像曹 隋代 隋代也就出现了一个很会说笑话的 火白 他的起源路 说笑话也是收藏的 所以许多证据都不可能是唐代 唐代是恰好有敦煌宝库被发现 一挖才挖出那么多东西来 你们知道 宋代 的收藏文学为什么那么发达 因为宋代 我们说瓦瑟郭南 里边的那个 瓦瑟郭南里边的岳父歌迹 和书会才人 恰好有几个书要研究宋代一定要知道 民间的东西 一个东京梦华路 一个西湖老人樊圣路 都城祭上 还有孟良路 武林救世 这几个书 就把宋代 两宋 民间东西记载的很丰富 所以我曾经把它统计 就六十几种 民间玉树 收藏文学好几十种 所以历朝历代是非常丰富的 宋代移屋气发达 我们甚至可以说 宋元的南曲戏文 今年的北曲杂句 所要提供的故事题材 音乐什么 都在宋代就可以找到 它的根源 所以它之间的密切关系 是非常了不起的 非常了不起 这个要修正 我感觉十分把握的说 说从唐代开始 已经落乎的一塌糊涂 学术归学术 我们下个礼拜 下礼拜放假 然后我们就在谈这个 收藏文学和戏剧之间 产生的互动关系的三大类型 然后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下来的楼子 我们下来的那些 对我们下来的一天 第一个论 为什么我们下来的一天 吗 我们下来的一天